王一博每次亮相都让人震惊,时尚秘诀和难以抗拒的魅力。 王一博,这位时尚而又帅气的男孩,每次亮相都能让人震惊。 他每次出现都以不同的造型和风格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使公众无法移开目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已经连续三次参加巴黎时装周,每次亮相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他以Snell品牌形象大使的身份亮相2024春夏时装秀。 在这一活动中,他穿着超独特的2024春夏系列服装,凸显出他独特而时尚的风格。 接着在2024秋冬时装秀上,王一博身穿Lacost的服装再次引起了时尚界的轰动,随后他被宣布成为该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巩固了他在国际时尚界的地位。 而这一次,在2025春夏时装秀上,王一博又一次令人惊喜,正式签约L-O-A-W-E。 每次在巴黎亮相,王一博不仅是高贵的象征,更是各大知名品牌给予他顶级待遇的证明。 王一博的魅力不仅在于他完美的外表,还在于他不断变换的时尚风格,使他在公众眼中总是焕然一新。 他不断尝试新的时尚趋势,创造出独特的个人印记,确立了自己作为真正的时尚偶像的地位。 让我们期待王一博的下一次亮相,看看他会为国际时尚界带来什么惊喜。 肖战的魅力在海外杂志认知中达到了巅峰,被评为中国国宝级帅哥。 近日,中国青年演员肖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国际范围内居高不下,而且他还荣登海外杂志的封面,被评为中国国宝级大帅哥。 这一评价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 肖战一直以来都备受欢迎,无论是导演、制片人、编剧还是其他工作人员,都纷纷对他赞不绝口。 他的人格魅力和实力,敬业态度令人钦佩。 虽然他没有主动宣传或营销自己,但在网上却到处都是与他相关的热搜话题。 即使没有新作品推出,他也频繁参加各大综艺节目,得到许多合作过的明星好友的赞赏。 这充分展示了肖战的实力和影响力。 目前,肖战参演的新剧《藏海传》已经杀青,粉丝们大为期待。 他还有几部影片即将上映,分别是《翁子光》指导的《我的答案》, 冯小刚指导的《无悔追踪》和《孔生》指导的《德显锦致》。 期待着这些作品的官方发布。 肖战的实力和影响力不仅仅表现在娱乐圈,他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他曾多次向社会捐款,并参与慈善演出活动,传达出正能量的形象。 肖战的成功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优秀团队的共同努力。 他们在每个项目中都精心策划,通过精湛的演技和个人魅力,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作为一个年轻演员,肖战已经获得了很多成就,但他并不满足于现状。 他不断挑战自己,不断进步,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他在事业上的拼搏和努力鼓舞着许多年轻人,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励志偶像。 总而言之,肖战以其出众的实力和人格魅力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国内,更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认可。 他的成功得益于自己的勤奋付出,也离不开他背后的团队的支持和努力。 期待他未来更加辉煌的成就,也希望他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真实和正能量的形象,为年轻人树立榜样。 肖战,作为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青年演员之一,其魅力和影响力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广泛认可,而且在国际上也逐渐展露头角。 近日,他荣登海外杂志封面,并被评为中国国宝级大帅哥,这一评价无疑使他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首先,肖战在海外杂志中的展露头角并非偶然。 作为一名全能型艺人,肖战在歌唱、演戏、舞蹈等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无论是在音乐剧朱仙中展现的动人歌喉,还是在电视剧陈情令中塑造的经典角色魏无限,肖战都以其精湛的演技和深情的表现,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心。 尤其是陈情令的成功,不仅在国内掀起了收视狂潮,更是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关注,吸引了大量海外粉丝。 这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肖战个人魅力的独特性也为他赢得了中国国宝级大帅哥的称号。 与许多依赖外貌吸引眼球的明星不同,肖战的魅力更多体现在其内在的气质和人格魅力上。 他温文尔雅,谦逊有理,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使得他不仅仅是一个偶像,更是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此外,肖战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自身形象的塑造和公众形象的维护,他在公众面前展现出的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再者,肖战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作为中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肖战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耀,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缩影。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一代的风采和实力,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此外,肖战的成功也离不开其背后团队的辛勤付出。 一个优秀的艺人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在默默支持和运作。 无论是形象包装、市场推广,还是舆论引导、粉丝管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的团队精心策划和执行。 肖战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离不开其背后团队的努力和智慧。 当然,肖战的成功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压力。 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波。 因此,如何在保持自身魅力和正面形象的同时,应对各种外界压力和挑战,成为肖战及其团队需要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此外,如何在众多优秀艺人中保持竞争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艺术修养,也是肖战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总的来说,肖战被评为中国国宝级大帅哥,不仅是对他个人魅力和影响力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日益受到重视的体现。 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演员,肖战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肖战将继续努力,不断突破自我,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做出更多贡献。 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像肖战这样的优秀艺人,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为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增添更多光彩。